10月18日清晨5点,张子怡从洛杉矶返回北京,在机场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走出国际出口。 即使经过长途旅行,张子怡的脸上仍旧未尽疲态,还一边面带微笑打电话,看起来这次美国之行张子怡是心情大好。 不过,守候在机场的记者并未看到汪峰的身影,只见汪峰的助手和车早已在机场等待,有消息称,汪峰已从另外的出口脱身。 其实当晚8点,汪峰将在成都举行存在巡回演唱会,不过为了多点时间陪子怡,汪峰并没有提前一天安排彩排。 我说汪老师,恋爱虽美,可不要误了正事哦。